好那么上午我们讲到这个图片 对吧 那这个我们去识别一张图片的话 还是以它的这个像素去构造特征的 所以这些特征构造了 其实也很容易 我们通过API呢 去读取就行了 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去介绍一下 相关的这些图片读取方面的API 那我们说 你去读取文件的话 这些API有一些是通用的吧 比如说构造一个文件的队列 是不是通用 这个文件队列是不是第一步 我们在第一步这里构造文件的队列 是不是一样吗 也要构造图片的文件队列 然后构造阅读去读取 那这个地方我们对于图片来说 它应该是一张一张的读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要换API 换另外一个图片读取的API 然后呢去图片解码 最后也是批书里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中间我们换了一些API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图片读取呢 那我们这里呢 做一个例子 就是读取这个狗图片 对吧 那么这个图片的数据呢 已经给你们先发过去了 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Data下面有个Dog 对吧 那么这里呢 一共我没有给太多 我们先不用那么多 对吧 给了100张这个狗的图片 那么这个狗的图片呢 这里面有这个 看一下它的尺寸 这里啊 就是它的一个相当于是像素的值 看一下 是不是每张图片大小 是不是都不一样吧 是不是都不一样 那你在读取的时候 如果像啊 想准备数据的话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数 这个每张图片的大小给统一啊 是吧 好 那在这里 我们就开始来读取这个图片了 那先介绍一下 有部分的这个流程里面的API 不一样 对吧 那么图像读取 我们用的一个是什么呢 TF.holeFieldReader holeFieldReader 将文件的全部内容 作为只输出了一个读取器 一样的read的方法 是不是读取你的文件对立吧 好 当你读取之后 也是一样返回key 文件名 value文件内容 那这个地方默认是一张图片的文件内容 能理解吗 它默认是读取一张图片的 也就是一张样本 一个样本 图片解码器 那解码器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JPEG格式的 一种是PNG格式 是不是你的图片 主要是看你图片的一个格式问题吧 对吧 格式对应的看一下 那看一下 Contents 就是你刚才读取出来的文件内容 对这个内容进行解码 解码成一个 Uint8的粘量 那我们来注意看了 它等一下解码出来的形状是什么样的 能力就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根据上午的一样的流程一样 去做我们的这个图片读取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把这个部分呢 拿下来了 我单独定一个读取图片的函数 可以吧 好 比方说我们这里定一个PictureRate 同样我把文件的这些这个名字列表呢 放到这里面 Fioris的对吧 好 我们来写下注释 这是读取狗图片 并转换成 粘量 对吧 这是粘量 这里面的值 等一下我们要观察的 它的值是什么样的 那这个参数就是文件 文件路径 文件路径加名字的列表 对吧 好 返回我们的这个图片的内容吧 那也就是说这个图片 图片的每张图片的粘量 每张图片的粘量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直接先返回一个not 先对吧 好 那我们就按上午的这个六转 首先我们先准备数据啊 把我们的文件的目录 对吧 目录指定好了 那我们现在还看到这里 在dog目录下 只要改到一个就行了吧 dog在我们的dog目录下 对吧 找到这个文件 这一百个文件 是不是读出来了 好 那读出来之后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让dog 与每一个图片文件 它的名字去相组合 来变成一个文件路径加名字的一个列表 好 那接着我这里就是picture read 对吧 picture read 那这地方呢 也是file list 对吧 file list 那返回值呢 我们先就no 对吧 先是no 等一下再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按照这个文件读取 第一步 来构造文件对列 构造文件对列 那么第一步 tf.train. 哪个准备哪个击数呢 是这个 strain input producer吧 strain input producer将你的文件的列表传进去对吧 那这个列表也是包含了100个文件名字的一个列表 然后返回你的文件的对立 这个对立 是不是我要去通过读取器 是吧 构造读取阅读器吧 阅读器去读取图片内容 那么默认它是什么 按照一张图片读取吧 按照一张图片 应该是默认读取一张图片 好 那么这里我们要构造这个东西了 那直接把这个一片呢 我们拿过来 接下来点wholefailreader 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了 wholefailreader 然后呢 我们实力化这样一个wholefailreader 返回一个读取器 reader 那么同样所有的读取器这个reader 都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叫read 对吧 那reader我要从我的对列里面 去读取 读取之后 返回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 key value 对吧 这个value是包含了什么 一张图片的这样一个数据 好 那我们就先打印这个数据了 对吧 我们先也不返回值 那这个地方我们改一下 好 在这里我们直接先注视了 是不是就这样 对吧 那这个地方的值呢 也不用打印了 我们就开启出来 让我们先读取一张狗的图片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 他这个东西 哎 这里面的关键是看这形状 其他的我们都不用管 关键是看形状 这什么都不知道啊 哎 也说他读取出来的什么形状啊 包括他的类型呢 都是不准确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还是要经过 解码吧 对吧 肯定是要经过解码 好 所以第三目解码 必不可耍的 对 读取的数据 图片 图片数据进行解码 那解码的话 我们这里要用到TF点 根据文件类型 我们是什么 JPG格式的吧 那我们应该用 对吧 Decode Image里面的Decode JPG吧 好 那我解码是不是对 指定的那种解码 哎 就这个值 Y6 那解码成的东西 哎 比如说我们就叫Image 啊 这代表呢 是一个图片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一个 每一步呢 我们打印一下 清楚他在做什么事情 对吧 看一下这个Image 打印出来的 值是什么 看一下 是不是你的类型也变了吗 我们说这里面是像素值 那么像素值都是一个 哎 0到255的值 对吧 每个值 那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死罪类型 比如说你这里面读起来的 应该是一个Best类型吧 然后你读出来之后 应该是一个什么 哎 U1的8了 对吧 那这个U1的8呢 那他的这个数据呢 是8位的无法整齐嘛 哎 那这个数据正好 他也能够把你所有的数据都盖过去 所以他默认又 U1的吧 能力就 那看一下重点 看一下他的形状 三维 哎 也就三维的数据 也就是说什么 这样的一个三接张亮 他的长框 以及 你的这一个什么 通道数吧 哎 是不是你在读取的时候 是没固定的吧 哎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后面还得要处理 那接着 哎 如果说是这个文件读取 其实我们第四步就可以说 哎 可以进行批处理了吧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说了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 获取这些一张一张图片 那我们是不是要统一一下每张图片的大小 你要训练真的 你现在要提供的数据是给别人训练的吧 那你是不是你这个数据读取出来是不是要处理好 哎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多一些步骤对吧 图片的话 如果你不一样 那当然一样的话你就不用处理了 那我要多一步干嘛呢 处理图片的大小 哎 大小 统一对吧 统一大小 统一大小 那比方说这里面呢 那我们就会用到刚才上午说的吧 tf.image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resize image 吧 叫image.resize resize images 那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你要对哪一个图片进行处理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对哪一个图片进行处理啊 我们对哪一张图片啊 是不是这一张图片啊 默认只是一张图片啊 他没有多张 好 我处理这张图片 那接着传进去的是你的size 只处理图片的长和宽 对吧 那我这里传进去的就是长和宽就是了 那比方说我们随便给一个对吧 比如说就让它处理成200乘200 多个样 可以吧 那如果说是比这个大的是不是就缩小了 如果是比这个小的是不是要把它放大一点 对吧 那这个放大缩小 剩下那些上速哪里去呢 就计算机给你自动去计算就行了 好 那我们这里改成200乘200 好 来我们返回一个image resize 好 那这个返回的image resize啊 我打印一下这个值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啊 注意的是数据的形状啊等等变化类型的 一开始我们读取出来是一个要解码的吧 解码出来 哎 他默认是右印的8 不好 然后我们在resize的时候 是不是 默认变成了flow的三号 也就是说resize会有一些 这个值会变成flow的类型了 那这先不管 哎 主要是看的形状是不是 长 宽变成200了 比如说每张图片都会被切成这样一个200 被缩犯成200200 然后通道数是不是没有 对吧 通道数还是张眼没有 那注意每一步操作 它里面是不是都是数据啊 是不是数据啊 都是tensor数据吧 但是它的op名字是什么 不一样的吧 这是reader 这是decode 这是什么 哎 sequence 就相当于是把这个东西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我们数据已经变了 数据已经变成flow的类型了 但是 但是要注意flow的类型也就意味着每一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值有可能是变成比如说原来都是一个100多要110现在变成101.5 是不是变成flow的类型了 有可能这个数据是变的 对吧 那我们打印来看一下 imagesresize 在这里我只要运行一下 然后返回一个imagesresize等于这个 imagesresize好 那我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哎 是不是原来的这个一个个的什么用意的8类型现在变成什么了 这变成flow的类型 但是注意了 flow的类型 如果你是想把这个数据再还原成一个图片的话 你是还原不了的 因为什么 像素值它只能用一个整形的一个数据替代 没办法说我某一个位置的像素值是flow的类型 能理解吗 所以我们在一般存储的时候都是用u1.8去存储的 u1.8去存储 那我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一般是用flow 这个原因 等下我们再解释啊 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像素值已经变成了flow的类型了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还先不管这个flow的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我是处理好大小是不是可以进行p处理了吧 好 那我tf点tree点 是不是banch就行了吧 banch好 那我也注意哪一个 是不是image这个东西啊 imageresize这个吧 好 注意哪 你这里面p处理的是你处理图片大小之后的是不是image假 不是吧 那不然的话你这imageresize是不是没有处理吧 好 imageresize 好 bench size 比如说它有一百张图片对吧 那我问这把一百都读取了 那你也可以读取20个 20个 然后呢 numthreads等于1 capacity等于那一般你以这个大小一样就行了 对吧 或者你把它比它大都可以 返回的是什么 image 干 bench 也就是说你这里是不是p处理的结果 好 那我们返回imagebench 在这里打印一下 先不急我们把它打印出来对吧 先打印一下imagebench它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哎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改成一米分 因为 因为 imagebench是吧 batch 这里改成b a t c h 好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那我看一下这里报了一个错误 来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错误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 通道数不确定对吧 他p处理是不是出错了 p处理出错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什么 你imagereset是一个这什么200200问号这样的数据对吧 哎我一个数据一个图片数据是不是这样啊 然后他要等着把这个队列里面放几张对吧 放几张图片进去吧 然后我再一次性读取吧 但是这里面会有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的形状不固定 那么我在放到这个队列里面的时候 注意了啊 这地方是容易出错的 放到这个队列的时候 我放的相对于是放什么 放是不是一个一个扇速啊 比如说啊 我们这里代表 这个图片的大小 然后这里面呢是装了一些数据的 我随便给一些地方有了啊 我把他写满了 好 假设说他读取一张图片是五乘五的一个图片啊 假如五乘五 是问你这张图片是什么 彩色图片吗 好 我要往这里面放吧 彩色图片第一张是不是有RGB三张表 好 翻进去了吧 这是第一张吗 那你现在p处理要求20个 那也就是说我应该再继续20个吧 好 20张图片啊 那每张图片都是三个值 那这样会发生什么问题 这个队列里面都放了这些东西 我们是什么 他报了什么 所有形状必须定义 哪个地方没有固定啊 是不是你的通道数没固定吗 那他返回这个数据 banch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你现在是一张图片前三个吧 第二个三个是不是第二张图片呢 后面三个月是第三张图片 那这样的话他怎么知道你读取是三个组成一张图片 你没有固定形状 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跟对类说 读取的时候 你读取三个这样一个RGB组成一张图片 再读取三个组成一张图片 是你现在他就懵了吧 他不知道你到底是读取一个组成一张图片 还是这三个组成一张图片吗 所以你这样会很乱 对吧 他不知道是读取这三个 或者说四个来一个组成一张图片 是不是比较乱吗 所以我们在批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他的形状必须得固定 也就是说不管任何的 你的长你的宽 以及你的通道数必须全部固定 所以我们还得有一个步骤干嘛 把它的形状设置好吧 那这个地方我们用什么 这边怎么去把它形状固定 就是把这个问号提完三个就行了 是吧 我们是彩色对边 注意到是彩色对边 提完成三怎么设置 就用side shape是不是可以了 动弹形状和近弹形状在这里 是不是都可以修改 是不是都可以修改 近弹形状是不是side shape 就给没有固定的这个形状 设置一个它的通道数 那么在这里我们对重点的是 对一个image rise 是不是对它设置形状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到 一定要把数据或者说把样本啊 把样本的什么形状固定固定 对吧 那这个地方我们固定成200 230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把它的通道数指定一下就行了 所以image resize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设置 静态形状side shape对吧 那我side shape是不是指定形状 那就是行了 我们应该给三维的形状吧 三接形状 200 200 3 对吧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你形状固定了吗 是不是固定了 要知道为什么在这形状固定 就是因为bench这里要求 对吧 那在p处理的时候 在p处理的时候 要求 要求所有数据必须 所有数据形状 必须定义 好 那我们接着来 打印一下 看一下 那我们看到这里 你的形状有没有固定啊 那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image size再打印字 对吧 我们把这里再打印字 刚才那个结果没打印出来 再打印字来运行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一开始 你当你读取对吧 读取这个图片的时候 诶就是一个bias类型 然后呢 经过你的解码 是不是变成右印的8 问号问号问号吧 然后你是不是设置了一个形状大小固定了吗 当然如果说你的形状固定了 是不是就不用找 不用设置了吧 最后 诶我们是不是把形状固定成200 203了 好 那这是三接战量 那imagebench 是你获取了20张图片的一个战量吧 那它的形状是什么 20张图片 每张图片200 每张图片都是 是什么三个图片的吧 对不对 就是一张彩色图片 那么这里我们的形状就算是全部都定义了 对吧 200 230 全都定义了 那P数理就是20的结果 好 那这是P数理 因为你在P数理指定多少 指定了20吧 所以我们取得结果是20对吧 好 那内容我们其实都不用管 对吧 就是像素的这些值 那这就是我们读取的图片 通过对图片的这个数据呢 进行处理 把它转换成这样的一个imagebench 那么后面 如果你要训练的话 是不是把这个20张图片的这个数据 填到我们某个这个模型算法模型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去训练了吗 你这个数据是不是已经都固定了吗 20张吧 P数理对吧 20张 200 230的数据 好 那这就是图片读取 对吧 对吧